今天再来两道超级点赞的豆腐料理 想到就能吃 总有一个 值得你点赞 我是麦树 大家随便做 这次两道菜用的都是卤水豆腐 我们先把豆腐的水分吸干一下 横切断刀柳豆腐拦腰一切 然后我们取出这道菜的灵魂夹冰 盐曲 这是这道菜的关键 铺一层保鲜膜 在上面铺一层软棉的基底 让豆腐舒服地躺上去 再盖上一层被子 将保鲜膜去封创好 然后放进冰箱 冷藏一个晚上 让豆腐猥琐地发育起来 又是新的一天 打开盐曲豆腐的保鲜膜 虽然还是那块豆腐 但它的内在已经变了 从一个清纯的少女 变成了一位风韵的油物 相信我 我说的真的只是豆腐 把这两块盐曲豆腐呢 切成和方糖大小差不多的 块状留着备用 再来一张保鲜膜 铺上一条五花肉 在五花肉的小路上呢 撒上一些蟹肉 我这里是罐头的蟹肉 说到蟹肉呢 大闸蟹的季节快到了 想看大闸蟹的神奇吃法 弹幕上扣个1 或者评论里告诉我 如果你扣完 手还不酸的话 顺便再点一个赞啦 嘿嘿嘿 这里加入蟹肉呢 主要是为了丰富口感 和衔接五花肉和豆腐之间的鲜味 接下来呢 我们在蟹肉上放上一块盐曲豆腐 把它卷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然后放进冰箱冷藏一个小时 让它们互相了解 也同时定一下行 我们拿出煎锅 热锅冷油 等油温上来后呢 保持中火 把用牙签固定好的豆腐肉卷呢 放进去煎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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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呢 肉卷表面略微焦脆了 这个时候 离放进你嘴里 只差一步了 享受之前呢 我们先来做一点蘸料 蘸料的配方呢 请看屏幕 抽掉固定支架 装好盘 放一点香菜 点缀的同时呢 和肉卷一起吃 那种香气 喜欢香菜的朋友们呢 一定已经分泌口水了吧 这个豆腐呢 是这几个菜里面 最硬的一个了吧 全是肉 烧得我肚子饿了 不过有句话说得对 做饭 还是要保持一种饥饿状态 做出来东西才会好吃 你才会有动力去做 而且越做越开心 好了 我们现在试一试 一口咬下去 五花肉卷脂肪的香气 油脂爆汁 被中间的清淡蟹肉 完全吸收 进一步咬到 中间的豆腐夹心呢 盐区豆腐带的咸鲜 配合豆腐味流失的 大豆本味 在你这里搅拌 融合 持久肥 这个盐区 感觉功能和味噌一样 味道全部入到豆腐里 不但有点咸味 而且很鲜 太棒了 来口香菜 为什么有些人会认为香菜是臭呢 很难理解 你们下一包 你们如果有兴趣一定要做一下 真的太好吃了 享受完了脂肪和盐带来的满足 那接下来清爽一下 无论从视觉上还是味觉上 非常简单的一道小菜 可能你吃上这道小菜的时候呢 你嘴里还有着盐区豆腐的鲜味 和五花肉的香味 我们还是拿一块卤水豆腐 随意的切成方糖和麻将排之间的大小 切上一把香菜 然后呢 切几个牛油果 这个就是翡翠 而豆腐呢 就是白玉 而在座的你们呢 就是我的珍珠 接下来呢 就是这道菜清肠之外最重要的一步 如果一道菜再好看 再有用 但不好吃 那还不如去吃药呢 对吧 接下来就是调一个我自创的胶汁 生抽三勺 一汤勺的鸡汤 偷懒的话和我一样 拌个农汤包搞定 白砂糖半勺 蚝油半勺 柠檬汁挤一点 最后来一点麻油就好了 比例不重要 调到自己喜欢的口感最好 喜欢的还可以再来一点白胡椒粉 好了 上菜了 简单吧 在豆腐牛油果的山丘上 蒙上一层鲜美的酱汁 看着琥珀色的胶汁 在白玉和翡翠间 涓涓的洗流 感觉眼睛也是洗了一遍 再盖上一层香菜 再撒上一些白芝麻 一道具备鲜 咸 酸 香 甜 俱全的清爽漂亮的小菜 就这样做好了 如果你加一点胡椒 那就多一点辣味 如果你一定要凑满味觉的元素呢 就像我一样来一杯惊讶 这款面火器系列啤酒 太非常香气的苦味呢 配这道小菜 可以说是你浓我浓 如果配之前的肉卷呢 简直是干柴烈火 做到这样吃 现在你眉毛都要掉下来 但是牛油果那种脂肪的香气 配上豆腐的清淡 再加上这个酱汁 把它们的味道融合在一起 美味好 爽 哇 这酱汁是灵魂 本身没有味道的两样东西 被它串起来 豆腐和牛油果的相应星期六 对吧 豆腐和牛油果的《非诚勿扰》 夏天来这么一份 好了 我是麦叔 这么简单 快去试试吧 我马上回来 吃岸 8分钟 最后饭 我马上回来 快去试试吧 我马上回来